不论是药流还是人工流产 包括无痛人流对人体都是有伤害的 而且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终身的不可逆的 药物流产它是作为一种医学的这种手段 它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休息多少天 它是根据这个药流之后的结果 及这个药流是否成功 以及药流之后的这个病人的恢复情况 和复查的情况来定的 药物流产其实和人工流产是一样的 那么药流的伤害小一些 但是它依然会给人带来伤害 所以药流之后是需要休息好 营养要好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药流的伤害小伙子 我和你一起去药流的伤害小伙子 我和你一起去药流的伤害小伙子